嗨 千年古城傳奇世界 到段譽故鄉 雲南大理尋找金庸武俠夢 國外江山願當和尚 斷世大理王朝 出處暗場玄機 崇聖市也是一家皇家寺院 曾經有過大理國的九位國王 在這裡出家為生 皇家寺院暗場地宮千年謎團 疑雲重重 大理國南造國所有的國王降下 全部都障身在我們後面的 這三座塔的底端 一苦二甜三回甘 豐富多采白竹人 如何煮出人生三道茶 這有點苦 但是很香 古老時尚之一樹 傳承豐富民族色彩 大理渣染 展現青年白竹老祖宗的 穿衣智慧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這個染丸 已經可以做成成品 魔縮男女半夜爬牆度春宵 白天離散各自幹活 摩索走婚 偷偷摸摸 那你不會擔心說像你老公 在外面可能也有一個 走婚的對象 不擔心 不擔心 我自己又怕我 摩索小孩出生 跟父親僅是陌生人 從小舅舅負責養育 不用結婚證書 只有定情婚戒 臺灣男人到盧古古走婚 一呆五年 滿臭的還是要自己啊 心裡還會不擔心 趕緊跟著中國大土宴 廖慶學的腳步 走進最神秘的東方女兒國 雲南盧古古 揭開魔作兒女的 神秘愛情面紗 在中國滇溪的大地上 古代優稱作南兆 在這裡曾建立起了一段 名言六百多年的邊疆政權 這段遙遠的王朝歷史 在金庸武俠大作 天龍八部的問世下 讓雲南大領成了世人 心中最嚮往的 東方武俠世界 2007年的五月 節目小組一步步走進了 神奇的古老國度 找到了當年南兆國 羽大領斷氏王朝的政權中心 現在船正行駛在鵝海上面 有沒有看到後面這一大片 一望無際的 全部其實只是虎而已 但是因為它非常廣大的關係 所以這邊又取名叫做鵝海 為什麼叫做鵝海你知道嗎 因為它這整個湖的形狀 像是一個人的耳朵 這一個鵝海 也是中國第七大的高原的淡水湖 也在這個雲南地區 是排名第二大的 所以這一個鵝海的面積 非常非常的大 人耳形狀的高原湖國 蒙上了一層神秘感 加上千年前南兆國 大理國都曾在這裡建立起 與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燦爛文化 不過河海最引人入勝的風景 倒不是過去的王朝歷史 而是在這充滿異族風情的大理 金庸打造出一個令人神往的武林世界 尤其充滿武林恩怨的情節呢 便是在這歷史背景下產生的 在天龍八部的故事裡 大理段氏家族可說是陰才輩出 人人皆是武林高手 尤其段氏的六邁神劍呢 更是武林群英人人稱許的奇妙舞學 不過家族中卻偏偏出了一個 不好習武的例外 他就是大理國的皇子段玉 即使他父親段正存 大為惱怒也拿他沒轍 而段玉當年為了逃避習武 四處有山玩水 卻因種種機遇莫名其妙地 學了一生的武功絕學 一路上結識了不少英雄好漢 也因侠異人心 捲進了一連串的殺機 我們現在會不會看到呢 其實呢在天龍八部裡面呢 這樣子的故事呢也有細說的 其實呢這個故事呢 最主要細說的呢 就是當時呢段正存呢 後來呢出家為年 就是在這一個 就是天龍寺裡面出家為年 拜這個天龍寺呢 他跟六位僧人呢 共做了一個這個 六脈神劍的劍譜 但是呢當時呢 這一個土鍋米王 土鍋米王的鳩摩智呢 當時呢為了要來搶這一個 六脈神劍的劍譜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劇情 後來呢這個段玉出手相救 就是為了避免這個 六脈神劍呢 會落入這個鳩摩智的手裡 所以同時以後呢 最後引出了喬峰還有南慕隆 這一些歷史人物 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這個 天龍發布 雖然金庸筆下土國國的 護國方丈就磨制 為了六脈神劍與段譽 在天龍寺大打出手 不過這段江湖恩怨 在歷史上卻是有跡可循的 這個大禮國呢在當時呢 它的這個國界呢 非常非常的大 大到哪裡你知道嗎 也就是從這個整個雲南 再過去呢貴州對不對 對 還有四川 對 還有到緬甸 緬甸 還有到 土伯國嗎 就是 土伯國那邊 來 土伯國 土伯國的這一個 我們的這個 應該是 冥王 對不對 對 九摩智 九摩智啊 冥王 你就是那個九摩智 對對對 九摩智後來是跟那個段玉 段玉後來跟九摩智打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是段鎮在旁邊 你們剛演的就是嗎 對 對 為什麼要打 這個就是關系到兩國 曾經不是 土伯國是暗地的 請過來 其實是 喬系這個 對這個人 你說是切磋五億 但是其實他們是過來 是故意找事 故意找事嘛 就是 像學大理的段誓一樣 指這個是藉口 但是說他們想 把這個大理給征服掉 嗯 其中就是以這個藉口 然後過來 其實是 是想欺負他們的 那九摩智呢 九摩智來這邊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段王也說你是為了來欺負他們的 那實際上目的是為了什麼 實際也就是為了刺探一下軍情 看他們是郭力實力咋下 哦 如果弱了都給他拿下了 哦 也是侵犯的意思就是了 這段在天龍寺發生的武打情節 其實在歷史上也非全然虛構 金庸筆下所描述的天龍寺呢 其實也就是重慎寺 說起這座大理國的皇家寺院 重慎寺傳奇色彩濃厚 他始建於佛寺鼎盛的南兆時期 至今已經有千年的歷史 當時這座寺院前方呢 還蓋有三塔 因此又稱作三塔寺 寺院經過了歷代的擴建 在明代時期達到了鼎盛 不過卻在一百五十年前 受地震和戰火的侵襲 整座寺院被毀留下了三塔 而為了恢復千年佛都的昔日輝煌 現在所看到的重慎寺 是由後人重新修建而成的 重慎寺呢 坐落在點滄桑邊面臨俄海 重慎寺呢 也是一家皇家寺院 在這個皇家寺院裡頭呢 曾經有過大理國的九位國王 在這裡出家為生 而重慎寺呢 也就是這個金庸筆下天龍八部 所描述的天龍寺的發生地點 始建於唐代的重慎寺呢 到了明代的時候呢 規模最為宏大 雖然經過了戰火跟歷史的洗禮 但是仍然無法改變 他佛教的重要地位 因此又被稱為佛都 重慎寺不僅是佛都 大理國的皇家寺院 其中不可思議的是 這座寺院呢 讓九位國王甘願放棄江山 也要出家為生來此修行 這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 尤其大理國二十二代軍王 就先後由九位到重慎寺出家 其中包括了天龍八部故事裡頭 正男王段正淳及大理國的皇子段譽 這可為重慎寺增添了不少傳奇色彩 重慎寺除了是中國最大的一座寺院之外呢 另外呢 在這個寺院的前方呢 有三座塔 三塔 這三塔呢 傳說呢 有一個地公之說 這也是成為了重慎寺裡面之謎 三塔歷經了千年風雨仍屹立不搖 即使歷經上世紀兩次的大地震 大塔陣列塔深 隔日居然奇蹟式地復合了 這可成了當地茶餘飯後討論的話題 許多人認為三塔之所以躲過地震 劫難 主要是塔內存著不為人知的神秘力量 而一切超自然的現象呢 都指向了三塔內的地公 南昭國跟大理國呢 總共歷史有六百多年的時間 在這六百多年的時間裡面呢 他們的不管是在政治啊 經濟啊 文化方面呢 都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 在南昭國以及大理國歷代的國王將相裡面呢 全部都上升在我們後面的這三座塔的底端 但是呢 這樣子的說法呢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獲得證實 也成了一個謎團 由於重聖式山塔建於地基之上 卻能屹立千年而不倒 這本身就已經是個迷樂 據說山塔內部還隱藏著不為人知的地公 而這地公內是否藏著所有失蹤的陵墓 或是一個空城 無人得知 不過山塔神秘之處還不只有如此 另外呢 兩邊的小塔 為什麼會向中間的大塔來傾斜 有一種說法就是當時呢 大理國呢 這個地方呢 向中央來做擁護的一個 民心所向的一個標誌的一個意義 這三座寶塔以一大兩小 小塔由外到內向大塔傾斜 像極了等腰三角形 新城舉世僅有的山塔熊市的局面 而寶塔底端呢 還掛有有正三川的牌匾 這象徵著大理國不僅從中央到地方 穩附政權 另外更重要的是 透過莊塔內傾的巧妙格局 向中央書成 象徵大理國對於中原政權的事實有目 穩附的藍色花紋是老祖宗們的好手藝 在風華雪月的大理城 早到乘風千年的民族色彩 白族的三道茶是雲南大理白族 招待嘉賓的一種獨特的飲茶方式 相傳原為古代南兆王 招待貴客的一種飲茶禮 後來經王公貴族殆盡民間而廣為流傳 這道又叫雷小茶 這就可以喝了 這就是第一道 光聞茶葉烤出來的香味就夠令人期待的 不過白族姑娘說製作頭稻茶是最費事 不僅要用文火慢烤 煮出來的茶清香還帶有點濃烈的苦味 喝的人可要慢慢的品味 在這邊要用湯 先放點白族 然後再加點紅湯 然後再放點佳 再加薑片 然後放點開水 然後放點火炭 這是第三道茶 叫回味茶 先放白糖 白糖以後加上蜂蜜 這個是蜂蜜 然後這個是胃皮 胃 然後再加點花椒 好 妳剛剛就是幫我們介紹白族的三道茶 這三道茶非常的特別 在全中國裡面大概屬於白族人 有這樣子在喝茶吧 好 對不對 來 我們看第一道茶 這個第一道茶叫什麼茶 苦茶 苦茶 可以直接喝嗎 可以 喝 這個苦茶非常特別 它是茶葉先炒過 要 烤過 稍微烤一下 香嗎 好香喔 但是它有點苦 對 叫苦茶 但是它這樣子一聞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很香了 但是太苦了 好苦… 然後第二道呢 甜茶 甜茶 對 來 這甜茶非常的特別 這茶葉加上了薑 還有糖下去熬煮對不對 還有核桃仁 還有核桃仁 還有乳酸 要蔥的時候再加上去這個乳酸 對 對不對 乳酸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還有什麼 薑 對 薑 還有薑嘛 要吃的時候攪拌一下 這個呢 第三道茶回味茶 第三道是回味茶 對 所以會讓我再回味一下就對了 聞起來有 有薑的味道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花椒 對 對 花椒的味道 花椒搭著薑片蜂蜜 回味茶的做法令人出乎意料 不過白族人的創意 可不是只有煮出好茶 這麼簡單而已 這一苦二甜三回味 其實還藏著深厚的人生學問 還有這三道茶它預律著我們人的女生 先苦後甜再回味 先苦後甜再回味 三道茶象徵了人生經歷 先苦後甜年老再來回味 是白族老祖先留給後代子孫 最寶貴的人生智慧 不過白族人在西南邊陲 創造出的普爾文化 可不只有如此 尤其在三四千年以前 古人就有利用礦物植物染色的習慣 將蘭草製定染出青色 當這項古老記憶談到白族人手中 便開始發展獨特的染布文化紮染 當時大理的白族人找到染料 起初將深白布染藍 後來學著紮上布 簡單染出一些花樣 裝飾日常生活裡需要的用品 像是手帕 頭巾 衣物等等 這項好手藝成了白族姑娘的專利 特別是在聖堂 紮染不僅成了民間時尚 甚至是向皇帝敬獻的貢品 而紮染發展到現在 更成了一項文明世界的 民間傳統工藝 或循著當地人的指引 走進了大理周城白族村莊 這裡的人不僅從小姑娘 到黏魚花甲的老奶奶 人人都會紮布 隨便在村子裡走一走 家家戶戶都能見到埋頭紮線 染布塞布的熱鬧景象 你做這次做什麼花紋 你這是怎麼做 花紋 怎麼做的 花紋 都把這個點繡起來 繡不住 這個要做多久啊 繡不住 這要花20幾天喔 我現在才知道這難染那麼麻煩 它這是紮染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後面你看 這些所有的這些花紋啊 全部都是這個老奶奶的手的 這樣子一針一線這樣子 慢慢的紮出來的 你看正面也很漂亮 它光是這樣子綁一綁啊 都可以拿到家裡面當地毯 這好漂亮喔 摸起來舒服 這位年近古希 頭髮早已花白的老奶奶呢 她是周城村莊裡面 最厲害的紮布高手 即使年歲已高 拿起針線 動作力所不說 她總是能紮出 令人驚艷的複雜圖樣 而這項獨特的紮染記憶 在周城流傳了將近三百多年 像老奶奶家的紮染手工作坊呢 就是傳承四五代以上的古早作坊 老奶奶說 從小她就必須跟著長輩在旁邊學習 她的一首絕活呢 就是從小訓練而來的 你看喔 光是這個老奶奶啊 紮這個都要花上二十天了 這一塊布要花上二十天 但是呢 這個才是剛開始而已 別看老奶奶逢起步來得心應手 仔細看這手工活相當的精細 不僅要先構思好 美麗繁複的圖樣外 紮布時一針一線 再再考驗針線功夫及耐心毅力 而在老奶奶紮完了這個染布之後呢 所有的這個布料呢 全部都會丟進來這個大染缸裡面 然後這大染缸呢 全部都是用板藍根的樹葉 所做成的一個染劑 所以呢 那些這個紮完的布呢 全部都會丟到這染缸裡面 這染缸呢 要染上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 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它所有的這個布料呢 全部都進來這個大染缸裡面染 然後這染缸裡面要染上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呢 再拿到外面的中體那邊去曬 曬過之後呢 乾了以後呢 再拿進來再染 總共呢 反覆這樣子的動作呢 要進行四次 之後呢 才能把這整個這個 有沒有看到 上面呢 這一節一球一球 就是剛剛那個老奶奶 一手一手這樣子上去綁的 有沒有看到 這一球一球的地方 然後呢 他們再把那個線拆開來 拆開來之後呢 就會呈現出 非常非常漂亮的花紋 而且呢 是每一個花紋呢 都不一樣 你不要看它是這樣子綁喔 等一下拆開來的時候 那個花紋 完全跟你想像中的 完全是不一樣的 作坊裡的老闆告訴我們 雲南渣染 之所以受人喜愛 除了古樸典雅的討喜花樣 最主要是白竹人 懂得用板蘭根等天然植物 來染布 尤其靠著板蘭根染出來的布呢 清理 帶萃 簡單 素養 不僅不會退色 而且保護皮膚 還能起消炎的作用喔 另外紮染的製作方式 也是別具一格 老師傅將布放進了染缸淨射 在這期間呢 必須不斷地翻攪 讓染布能均勻沾染色料 別看這動作簡單 這可是門苦猜試 染布沾滿了染劑 會變得又厚又重 如果要讓色料能夠永久不退 不僅要用力翻攪 得經過多次的淨染亮杆再拆線 老師傅說 染布縫線部分呢 因為沒有淨染到設計 會產生不同規則的自然花魂 另外又因為縫紮實 針腳不一 染色染料的時間也不一 再再展現了隨意性 因此染出來的布料呢 幾乎很少是一模一樣的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就是這個染丸 已經可以做成成品來販賣的 這個渣染 這個染布上面的花紋 很複雜耶 而且做它這種一張 我們要做一個星期左右 才做得出這種一張 這一張啊 一張要一星期啊 要一個星期 這麼久啊 為什麼 它難度在哪裡 它難度 難度在你看 像這些是花紋 要手勾 必須要手勾 一張一線 一張一線 這樣子 這樣子炸 要 要 法 法 法 要炸 一個星期 做得出這麼一塊 像這個 所有的圖案裡面 哪一個圖案是最複雜的 像這個 中間這個 中間這一個圖案 這個做它的時候很難做 像你看 像這裡 要這一張一張走過來 我過來以後要住在這裡 要再薄一次 然後最後要 還要把這裡要封口 還要三次的 所以這邊要 光是這個圖案的話 就要花三次 這項古老的染布工藝 由於每道工序 都必須經過手工才能完成 因此一塊布呢 從老奶奶開始紮布算起 經過多次的浸染 拆線 漂洗 曬乾 往往要花上 一兩個月的時間 精緻手工 讓染布呈現出了 千值百態的自然土樣 並洋溢著名後的民族風情 因為每一塊染出來的舍布 都是白竹人的心血 隨著市場需求擴大 大理 渣染漸漸成了產業 圖案也就越來越繁雜 和多樣化 渣染製品起碼有數百種之多 而且各種尺寸 大小都有 甚至衍生出了紮染包 紮染帽 紮染衣裙等等 琳瑯滿目的工藝品 據說還有用草木染出來的 其他繽紛色彩 它就像撲天蓋地的色塊 鑲滿了大理的大街小巷 每一樣都展示著 千年老祖宗的穿衣智慧 夜半來 天明去是摩索情侶 最玩味的戀愛距離 我在東方女兒國看到世界最動人的 每一愛情 當我們揮別了大理的風花雪月 卻也一步步踏入了世界上最神秘的 原始母系社會 這裡的女人叫做阿夏 擁有男人世界的權利 沒有從一而終 男尊女卑的傳統緊箍咒 只有大膽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裡的男人叫做阿祖 一生可以結交無數個阿夏 享受夜半來 天明去的走婚愛情 條件是結合自願 離散自由 這裡就是所有世人眼中的愛情聖地 東方女兒國 為了找尋傳說中的浪漫愛情活度 節目小組可說是費勁的千辛萬苦 翻越層層大山 才找到這一隻隱居在深山屁壤的民族 魔說族 魔說族是古槍人的後代 經過老祖宗世代遷徙 最後落腳在雲南西北高原 與四川交界的盧孤湖畔 不過想走入魔說人的世界實在困難 因為盧孤湖地處偏僻 加上崇山峻里阻擋 許多族人更不曾踏出外面的花花世界 正因為被大山隔絕 魔說的部落文化才得以保留下來 不過70年代以後 隨著觀光進入神秘的女兒國 盧孤湖開始有了變化 江南西北高很有 brain 謙虛ب 小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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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擱上擱下水 來相約 小阿哥 小阿哥 小阿 год 小阿姨 小阿哥 小阿哥 遠見你來相會 隔水火水倒是水 來水燒茶慢慢熱 阿哥 阿哥 媽大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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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說男女搭著豬巢船 在不方零零的湖面上滑獎 浪漫唯美的畫面 這只有零呼呼才見得到 不過在以往的年代裡頭 豬巢船是魔說人用來捕魚的 現在遊客變多了 腦筋動得快的魔說人 把這豬巢船變成了 搭載遊客的身材工具 而這位幫我搖獎的姑娘 她叫做納姆 今年只有22歲 可以看她身形嬌小 搖起獎來 強勁的力道 俐落的身手 簡直不輸專業划船的比賽選手 那母說住在魯姑湖的女孩子 人人都會划獎 因為這座湖是他們的生活中心 湖中豐富的魚群 就是他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而清澈潔淨的湖水 是魔說婦女的廚房 是所有魔說人洗盡身心靈的 沐浴天堂 只不過以往女孩子 是不能坐在豬巢船上 跟小伙子對歌 雖然魔說人的走婚愛情 讓天下的男人都眼紅 不過在還沒有正式公開以前 兩人的愛情都要偷偷摸摸的 你結婚了沒 不結婚 摸摸摸都是走婚 那你走婚了沒 還沒走啊 還沒走 你家住哪裡 我家就住在這個地方 就住這邊啊 對 那個晚上我可以去走婚一下嗎 那就看你有沒有本事了 看有沒有本事 要爬窗戶 那母對於她的戀愛狀況 簡直守口如瓶 不願意透露半點風聲 因為在傳統的魔說世界 年輕男女想要談戀愛呢 就只能在村裡舉辦的 篝火晚會上認識對象 每到了這一天 男男女女都會掀起手來 沿著篝火跳起對角舞 而姑娘們是翩翩長裙 伴著跳躍的火焰 是夜晚最魅人的舞步 在歡樂的氣氛之下呢 如果兩個人看對了眼 便會互相打暗號 更妙的是往後的熱戀旗呢 都必須在沒有任何人 知道的情況下秘密進行 雖然那母不願意告訴我 到底有沒有心上人 不過他說啊 許多遊客來到盧孤湖 心就好像被這湖水 給牽絆住了 來了就不想走了 因為這座湖本身 就是愛情的眼淚 在古老的神話傳說裡頭 這座被魔說人崇拜的女神山呢 原本是位漂亮的隔母女神 當年因為跟情人一時貪玩呢 忘了回家的時間 男神一時心慌走得太匆忙 不小心畫成湖邊的神山 只留下了馬蹄印 女神健壯傷心的哭了七天七夜 愛情的眼淚呢 汇聚出了乳乎乎 身上的珍珠項鍊散落在湖中 成了一座座風情萬種的小島 而隔母為了愛呢 甘願畫成神山 千百年來依偎在南神山旁 守護著愛情 也守護著魔說子民 這段美麗的神話故事 為魔說人的愛情世界 增添動人的光彩 而魯伯伯更是一個注定 與愛脫離不了關係的地方 或尋著村人的指引 在附近的村莊 找到了一位正在花房裡 編織愛情故事的魔說姑娘 這位對著禁止梳妝打扮的女孩子呢 叫做野拉 今年二十三歲 白天在民俗博物館裡頭 負責為遊客講解魔說人的古老習俗 由於長相甜美可人 是村子裡頭出了名的美人 雖然他有一箱筐的追求者 不過呢 掌管家中大權的舅舅 對於他的追求對象不甚滿意 直到後來在工作的場合下 認識了一位忠厚老實的阿祖 夜晚來臨 葉拉在家人都進房休息之後呢 自己也登上了他的花樓 並將房門前唯一的一盞燈也熄了 熄掉花樓前的燈 正也表示著 這裡將有個美麗又甜美的夜晚 葉拉走進了房間之後呢 關上了房門 葉拉在鏡子前面梳妝打扮 為了就是留給情人最美好的印象 他期待著阿祖的出現 就在葉拉關上房門後 葉家的屋外正有一位年輕小伙子 鬼鬼祟祟的正摸著黑 走過黑暗的巷子來到葉家的屋外 他就是葉拉現在走婚的對象 即使葉拉和這一位阿祖的走婚 已經獲得家人的認同 但葉家的家人可不會為了他敞開大門的 阿祖想要跟葉拉約會呢 還得看他自己的本事 不但不能讓他們家人知道 更不能驚動到附近的鄰居 葉拉一股腦地往窗外望 一方面期待他情人的身影出現 更擔心他被發現 不一會功夫 阿祖已經出現在葉家的樓下了 迫不及待的阿祖一腳 爬上了葉家的圍牆 即使樓房再高也得放手一搏 因為這是每個魔說男子 都必須具備的勇氣 就像電影裡的蜘蛛人 他靠著愛情的力量呢 成功地爬上了葉拉的花樓 阿祖就像個小偷似的 使勁地鑽進了葉拉的房間裡 阿祖就像個小偷似的 使勁地鑽進了葉拉的房間裡 葉拉告訴我 魔說人的走魂呢 都是這樣 是在大半夜秘密進行的 而花樓呢 是每個阿夏阿祖的愛情聖地 即使是家人都不能隨意闖入的 只能讓他親愛的阿祖 前來探望他 甜蜜的夜晚總是消瘋即逝 兩人情深異濃時 天就快亮了 根據古老的習俗 摸縮阿祖在黎明前就必須離開 接著又摸黑回到自己的母親家幹活 當然這一晚沒有人知道 葉拉跟阿祖已經開始在走婚了 夜半來天明去即使物換心儀 即使相聚更短 魔說的兒女還是歡喜走婚 而花樓裡的祕密呢 也只有他們兩個知道 一直到了魔說姑娘生下小孩後 家人也才知道小孩的父親是誰 不過這父親也僅有血緣上的關聯 在魯波湖女兒國裡 小孩是沒有父親的 女人所擁有的就是一切 沒有結婚證書的愛情 卻擁有最堅定的愛戀 熄燈是愛情的開始 分離是甜蜜的思念 我在世界最美麗的魯波湖盼 看到了魔說人的天長地久 當天色破曉成光就像金粉灑在魯波湖上 隨著天色的流轉 湖面上跳動的撲光在不經意的時候呢 閃耀粗有如翡翠寶石般的極致光芒 這是魯波湖一天之中最美麗的時段 湖面悠悠蕩蕩 柔美靜膩的靈袖氣息 彷彿像是未經城市沾染的夢幻仙境 這樣的角色美景任誰看了都念念不忘 而那朱拉姆就是被這力量給召喚回來的 原本拉姆想體驗漢人生活 從學生時代就離開了家鄉 到立江工作也曾與漢人談過幾段感情 卻始終忘不了家鄉的一切 四年前她回來了 最終她仍選擇了母親的家 因為這才是魔朔人永遠的避風港 有人在嗎 是誰呀 請進 不好意思 我可以來你家看一下嗎 裡面請... 來 請 謝謝... 來 請坐 好 這個...我應該坐哪裡呀 兩個位置 坐這邊 我看這房子很特別耶 這就是我們的祖母房 這是祖母房喔 我多足的祖母房 這就是七百年的歷史了 兩個房子 這位是我們家的太祖母 我媽媽的媽媽 然後這個是我們家的祖母 我的媽媽 然後是我小孩 然後這個是我的弟弟 小孩的舅舅 你弟弟就是了 小孩的舅舅 拉姆告訴我 傳統魔朔人不分家 大夥全住在一個屋簷下 不過魔朔人過的是 以母親為主的大家庭生活 阿夏阿祖是不住在一塊的 在魔朔族的世界裡 是沒有祖父 爸爸 淑婆 姑媽等姻親 有趣的是孩子的媽媽 不只有拉姆而已 這位剛出生不久的小孩 還有其他的媽媽 也就是他親生母親的姊妹 因為在魔朔家庭中 孩子也稱母親的姊妹阿咪 也就是媽媽的意識 而像拉姆的弟弟呢 他的孩子要稱他為阿巫 也就是舅舅 這位舅舅的權利可大了 因為他要負責養姊妹的孩子 在實際生活中 舅舅就擔任起父親的角色 潘人所謂的父親呢 在這裡是沒有這個稱謂的 小孩跟正統的父親 唯一的關係 也僅有血緣上的關係而已 其他什麼都不是 就算在路上遇到了 也僅是陌生人 而雖然舅舅是家中的總管 不過在女兒國的世界裡面呢 女人最大一切都必須聽祖母的話 才算數 全部都住在這裡啊 吃飯啊 這個就算是多功能 我們家裡有什麼會議啊 都要在這裡 吃飯 客廳 招待客人都要在這裡 好好好 是 拉姆說這間祖母房呢 是魔朔人家庭生活的中心 房間的火堂 是魔朔人最神聖的地方 代表家庭 祖先和神靈 而牆上掛的足標肉呢 代表這家擁有財富 掌控家族事務的祖母 是這房間內的主人 也是家族最高領袖 而她的房間呢 是家人商討大事的地方 當初拉姆走婚的對象 就是在這裡由祖母決定的 媽媽 那個女兒認識她 她那個小孩子的爸爸的時候 妳知道嗎 知道啊 熱戀的 認識的時候知道 那晚上呢 不知道 晚上的時候 妳的對象有來妳家嗎 有 有啊 每天都來 妳媽怎麼來的 秘密 秘密啊 怎麼能告訴妳呢 拉姆不願意透露太多走婚生活 因為走婚對魔朔人來說 很慎重而且神聖 不過當她拿出 與阿祖一同出遊的照片 臉上馬上浮現的是 甜蜜蜜的笑容 那妳不會擔心說 像妳老公在外面 可能又有一個走婚的對象嗎 不擔心 不擔心啊 我自己有把握 也許每晚的分離 多了思念的長度 少了生活的摩擦 讓兩人的感情呢 是越來越甜蜜 但是女兒國裡 男不婚 女不嫁 只有定情的戒指 沒有結婚證書的愛情 我很好奇 摩索世界是否有天藏地久 我們這樣的話 就是神聖的有一種 距離產準備 這是最好的 就像我們 我們戀愛的時候 不是覺得很幸福嗎 兩個人總有那種 纏纏綿綿的感覺 像我們的話 有的小孩也有那種感覺 這不是距離產生的 我們摩索人就是 一輩子的愛 夜半來 天明去的神秘走婚 打破了婚姻時 愛情墳墓的可怕魔咒 因為從拉姆不時 閃爍出愛情光芒的眼神中 我發現摩索人 即使有了愛情結晶 仍不減戀愛的悸動 即使年事已高的太祖母 每當談起她的阿祖 臉上的表情 就像是剛戀愛的嬌羞少女 聽太祖母說 她那個年代呢 對於走婚把關 是更加的嚴格 相識相戀到正式走婚 必須經過九年的愛情長跑 一旦決定了意中人 便一心一意 跟她的阿祖走了大半輩子 即使年老了 大半時候少了阿祖的陪伴 但太祖母說 在盧姑湖生活的女人是最幸福的 因為這裡女人當家 沒有婆媳戰爭 不會遇到大男人 即使情人變心 母親的家 仍是最牢靠的避風港 愛戀自主的世界 不只讓天下女人親線 現在也有外來的男人 千里迢迢來到盧姑湖 尋找人生幸福 她叫洪華德 年近四十 是個加拿大籍的台灣人 童年在台灣度過 之後便跟著家人移民到加拿大 五年前到盧姑湖遊玩 便愛上了這一片 與大自然交織的盧姑湖 天淡樸實的自然環境 讓洪華德來過之後 就不想回去了 她留下來之後 在這裡當起了民宿老闆 經營一家酒吧餐廳 我來了很喜歡 因為加拿大的自然環境 也是我們比較 不向往大城市 就是平常你說工作完 然後你就想到處能夠休息 後來來到這點 我覺得真的是太美了 天堂 我來的時候 這邊是真的所謂的 大同世界烏托邦 為什麼 爬那個門呢 不關 白天不關 晚上不關 你可以隨時走進去 然後他們那些房間 門是開著的 你會把錢啊 或者把什麼東西放在床上 不會有人去拿 不過盧姑湖的魔力 絕不只有美景而已 真正翻轉紅花的世界的 是照片中 這一位叫達姆的魔朔姑娘 那個帶了一種好奇來嘛 他來的時候就覺得 哎太美了 所以就不想走 那當然這邊的人 比較單純 就像我原來認識的那個 他們叫阿俠 阿俠 阿俠嘛 我們叫阿祖 在阿俠婚嘛 也是非常單純 我記得第一次看到她 經過兩次 其實是在溝火玩會場 然後我覺得 這個女孩是兩個九啊 挺可愛的 再來有一次早上 我從第二天早上 我從那個島上 滑著船過來吧 人幫我滑 我那船頭到湖邊的時候 剛好看到她在那刷牙 然後就剛好她頭抬起來 那陽光在她臉上 笑我一下 哇天使 土白沫的天使 達姆當時才二十出頭 全身上下散發一股 青春養溢的火力氣息 自嫩的臉旁純真燦爛的笑容 深深打動了侯華德的心 在往後熱烈追求的日子 他說兩人很甜蜜也很辛苦 畢竟她是外來人 女方家人 怕她只是一夜情的走婚對象 侯華德卻用行動證明她的摯愛 最後家人讓他們走婚了 不過這段台灣阿俠 與魔說阿俠的愛情 像風一樣來得太快 去得也無影無蹤 那後來為什麼根子跟魔說 女方娘分開了 這個就是她 我剛才把程序走了一次 魔說人她的這種 她沒有婚姻觀念 她只能說 男女之間的感情觀念而已 所以說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也覺得 都是以感情為主 沒有任何其他的成分 所以當有一天大家感情淡了 那也就這麼樣就結束了 也不會有什麼爭執 這邊沒有聽過說什麼情殺 什麼第三者都沒有 對於這段消逝的戀情 侯華德沉默了 雖然兩人有了愛情結晶 小華德 仍留不住這一段波折的緣分 然而魔說人對於離散自由的瀟灑 反而成就了兩人更開闊的天空 達姆離開家鄉之後到惠林去求學 而孩子留在母親家 由舅舅及母親照顧 令人訝異的是洪華德 與達姆家的關係更好了 她向達姆家後院租了一塊地 在這裡做起了民宿生意 平常有空也幫忙帶孩子 即使她把生命中 第二個四川姑娘李蘭帶來這裡 她 李蘭還有達姆家 仍然可以和平相處 洪華德從一個外來客 偶然成了魔說族實踐傳統的擁護者 只是她也不否認 剛開始的時候 當地的居民也是以異樣的眼光 來看待她這位外來的魔說人 會不會覺得說 你是一個外來的花心大少 來這邊專門走婚而已 一開始就這麼想的 趁你來到這門 因為以前有人來走過就走了 走過就走掉了 現在有一些小孩子也是 有廣東人來生了就跑掉了 但是一開始他們對我很喜歡 可是還有一點那種 因為是一個比較原始的社會 所以他們覺得還有一點 又愛又怕的這個意思 如今她用行動證明 她會一輩子 留在這一個美麗的盧姑姑 另外她也給了想要 像她一樣有超高理想 想實踐魔說式愛情的天下男人 這樣一句話 不過來這裡還是跟妳講 什麼樣的意思 年近四十的侯花德 也許是少了家庭的崩壘吧 看起來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 在魯布湖不僅僅只有她如此 一位在魯布湖旁的魔說人 因為魯布湖的愛情和眼淚 孕育了他們這樣的魔說人 給了這一群魔說兒女 山的堅強和水的柔美 當他們唱起魔說情歌 您可以聽到山的嘹亮水的柔情 而這也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愛情天際線 對抗美落地抗美 對抗美石的魔說 一切封印尋 封印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